欢迎回到第二节的晚间新闻 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1号上午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以及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和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等 一同前往北韩驻华使馆 沉通调宴金正日 温家宝对金正日不幸因病逝世 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北韩人民表示诚智的慰问 他表示金正日是北韩党 和国家的伟大领导人 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 长期以来 他为发展中国和北韩的友好合作关系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方相信 在北韩劳动党和金正恩的领导之下 北韩人民一定会化悲愤为力量 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取得新的成就 中方愿与北韩一切 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传统友谊和合作 而共同努力 北韩驻华大使慈在龙 对温家宝等等的中国领导人 前来吊宴 表示冲心的感谢 华尔士维红教练报导 转看香港方面的消息 长沙环临时加禽批发市场 一只死鸡证实带有H5N1禽流感病毒 如护处人员开始销毁场内1万7千多只加禽 当局从查全港的鸡场 暂未发现有异常 亦都未知染病鸡脊的来源 有业界代表就指出 香港已经采取多项防范措施 但仍然有鸡脊染病 当局要撤查病毒的来源 研究针对性的措施 穿上全套保护衣的渔户处人员 消费鸡脊之前 先入到鸡篮收集样本 工序人员先将鸡脊由笼中取出 再将鸡放入绿色胶筒 注入二氧化碳 鸡脊的尸体会放入黑色垃圾袋 再灑上消毒粉 被消费家禽的数目 多达1万7千只 当局用货车 将装有家禽尸体的胶袋 运到将军澳堆填区 活家禽批发商会 质疑香港已经采取不同的措施 但仍然有鸡脊染病 质疑病毒何来 尤子在批发市场内 不时发现有着料飞过 担心会是病毒的来源 商会尤子 既然现在香港鸡场都设有防着网 容易防饭野料接触到鸡脊 当局也应该考虑 是否需要在批发市场增设这些设施 至于赔偿问题 商会指物价上升 希望当局可以增加现时 每只鸡脊30元的赔偿金额 但要容后再商讨 港府表明 不会调整赔偿金额 香港立法会讨论两电加价 中电在会议前 致时召开记者会 只为了回应市民的诉求 宣布将明年的电费的加幅 调低至平均7.4% 上星期节表示 明年的电费加幅不可以减 中电在各方的压力之下 终于让步 正电加由平均加9.2% 调低至加7.4% 原因是每度电的燃料价条款 由加3,7%改为加2线 平均基本电费的升幅就不变 继续加6.25% 即是说 现时每度电收9.4% 无论如何 下个月都会加至超过1元 只是相比上星期 明年每度电小加1.7% 中电现时有大约200万住宅用户 其中三成低用量的 明年电费不受影响 五成住户每月多比电费少过5元 八成住户的加幅就少过22元 而在30万名工商业用户之中 五成用户下个月开始 要多交少过41元的电费 比上星期提出的加幅少几元 中电预计 明年的燃料价条款涨 负结余会增加6亿元 到明年年底 赤字会高达14亿元 是史无前例的水平 迟早会向用户收回 中电日表示 燃料涨的负结余这么庞大 会削弱电价稳定性 今次电价加幅减少 已经是回应各界的诉求 WOW TV 洪嘉伦报导 香港环境局局长邱藤华表示 中电至今仍未全面回应社会的质疑 表示遗憾 他也会要求中电 详细解释 为什么没有调低基本电费 多个团体大约50名示威者 亲立法会讨论两电加价 到大楼外示威 有同华在回应以原则询事重申 得息中电稍为调低加幅 但仍要研究细节 但中电没有减基本电费 港府仍然有疑问 不需要中电解释 吳有同华承诺会检讨对两电的规管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港府未尽力监管两电 未中电可以玩弄数字 也有议员就非常不满 中电只是稍微调低加幅 立法会经济事务委员会 星期五会召开特别会议 再次讨论两电加价 香港入境处瓦解一个假结婚集团 拘捕了19个人 当中两个人怀疑是集团主脑 集团涉及处理过超过180宗 中港假结婚的个案 入境处分析了涉嫌假结婚人士的资料 做了一个关系图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入境处的关系图显示 涉嫌假结婚的人士之间 有千丝万缩的关系 下一步不排除根据这个图 拘捕更多涉嫌假结婚的人士 入境处7月开始 加强核查可疑的结婚个案之后 逐渐发现疑点 入境处指 这个集团会在报纸刊登广告 向参与假结婚的香港人 提供5000至1万元的报酬 协助内地人拿探亲签证 以至是单程证 入境处在行动之中 手出大量香港身份证 回向正影印本 估计最少涉及70名香港人 调查仍在继续 不排除会有更多人被捕 华尔赤B红嘉伦报导 港珠澳大桥连接大桥 和海底隧道的人工岛 完成主体结构的工程 预计明年年底 会陆续安装隧道预制管道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有信心 香港能够赶得上进度 珠海附近的牛头岛 特别开发用来制造 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的管道 预制管道完成之后 会运到人工岛进行对接 由钢圆统围成的人工岛 靠弧形钢片连接起来 东人工岛最后一块钢片装嵩 标志着外围结构工程完成 东面的人工岛 随后还要进行抽水和填沙 之后再进行隧道工程 当整体结构完成之后 就可以放入预制管道 而西人工岛 已经进入填沙的最后阶段 预计明年年底 可以开始安装隧道预制管道 两个人工岛的所有工程 预计在2015年年底完成 香港段的港珠澳大桥工程 因为环平报告的司法覆核 而延置至最近的施工 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就表示 不担心影响整体进度 由此 人工岛和海底隧道的工程 已经尽量减低 对附近出没的白海豚的影响 包括控制施工船的船速 垃圾回收等等的措施 WOW TV 红家伦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港台消息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有体育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受科技與娛樂 唯一體的輕鬆悠閒 體驗多倫多 唯一的桌面感應遊戲技術 帶給你的各種新鮮KTV遊戲 全新的數碼娛樂理念 引領潮流悠閒方式 E&T karaoke 提供你最時尚的私人觀唱空間 地址505 Highway 7E 地下一層 二話647-996-5211 屬天賊 來自於中國四川的正宗火鍋 我們不僅有新鮮的肉類和蔬菜 還有令人瑞燕的高檔海鮮 價格優惠十分美味 地址3250 Midland Avenue 訂座電話416-609-8886 把握大多地區都市脈搏 捕捉華人聚焦熱點故事 有少少四出奔走 盡量自己怎樣去控制時間 怎樣去精簡架構一些呢 幫市民 社區聯絡多一些 大多故事每天下午 Live by 5 與您相約 意大利體坦消息 意大利前國腳東尼 和另外16人涉嫌操控菜果被捕 檢察當局表示 調查焦點是過去兩季 在月祖賽事 其中三場跟亞特蘭大有關 東尼也曾經擔任亞特蘭大的隊長 另外二甲去季的三場賽事 包括布雷西亞對巴里 布雷西亞對萊填 拿波里對森多利亞亦可能出現問題 除了東尼之外 另外一名二甲球員 沙道爾亦都被拘捕 看看二甲的賽事 錫耶納主場迎戰費倫天娜 胡家八卷0比0打和 兩隊今場各有多次具威脅的賴門 但未能夠把握 其中錫耶納前鋒卡拉奧 上半場28分鐘頭翠 足球更瞞眉 費倫天娜前鋒組為敵之後 在禁區試射 就被錫耶納的門將巴基飛撲救出 NBA的消息 獲得基斯堡羅和比納斯 今季加盟的快艇 失力明顯增強 結果就在NBA季前熱新賽 快艇就憑著兩位新加盟的戰將 比納斯和基斯堡羅 合力攻入40分 作客將同事的宿敵胡仁擊敗 以114比95 贏了這場洛杉磯的打比賽 年屆35歲身高只有6呎3吋的比納斯 憑著她豐富的經驗 成功凍結胡仁的高比白人 令飽受婚姻破裂問題 前妖的高比仔只是貢獻了22分 而比納斯就攻入了全場最高的23分 協助快艇114比95 贏出這場賽事 好了 看肉消息過後 接著看看多倫多的天氣消息 現時室外溫度是5度 間中有微雨 春每小時20公里的西北風 預計降雨量會有1至3毫米 再看看多倫多未來5日的天氣預測 接著看看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氣狀況 據英國傳媒報道 近日俄羅斯民眾 在首都莫斯科的沼澤廣場上 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時 天空上居然出現了一架UFO 在抗議者的頭頂盤旋了很久 不過之後就有人出來辟謠 稱所謂的UFO 只是英國傳媒在故弄懸虛 我們就去看看 這件事的真相究竟是怎樣 英國每日電訊報早前報道指 12月10日 一千上萬在沼澤廣場上 集會抗議下議院選舉結果的 莫斯科民眾 目擊到一個UFO在空中盤旋 它發出彩色的光 還伸出五條類似觸鬚或電纜的東西 這個顯然不是一架直升機 感到非常驚奇的示威者 增傷用相機或手機 將這一幕拍下來 甚至有示威者爬上大樹 試圖近距離觀察這個神秘飛行物體 而這架UFO 似乎影響到觀察下面2萬5千名示威者 最後這個奇怪的飛行器 在盤旋一陣之後 飛來了抗議現場的上空 但有關UFO的傳聞 就在網上熱烈討論 數以萬計不知道真相的群眾 爭相到視頻網站 瀏覽UFO降臨的奇境 但之後不久 有俄羅斯獨立記者團體 公開對這個傳聞進行更正 該團體表示 由所謂的UFO影片可以看到 UFO很明顯和其他飛行器一樣 發出穩定頻率的警示燈 俄羅斯時報將圖片放大之後發現 所謂的UFO 不過是媒體用的遙控攝錄直升機 英國每日電訊報作為大型媒體 應該知道有這樣的攝錄器材存在 而有關UFO的報道 也只是故隆懸虛 WOW TV 洪嘉倫報道 好了 取聞過後 今天的晚間新聞已經為大家報道完畢 明天同樣時間再見